好 接著我們就開始講其他事情了 昨晚我平時很少出Facebook 但昨天我真的很嚴重 我這個人生真是一個很嚴重的人生 首先我想跟大家講一個奇蹟 我是由LOW 應該是由先 一出我就開始光顧他 終於早兩年CUT了 沒問題 LOW一出我就光顧他 LOW我給了多少錢呢 我給了六百多元 然後他說要加到我七百多元 接著我在節目裡露蹟之後 接著有個網友 原來他是做銷售這些的 就有同事幫我 就把LOW的費用減到現在五百元左右 OK 我覺得就合理一些 我一個月光顧LOW 五百元有一部分機 我媽媽的房間 六百元我也不知道多少錢 LOW我上網四百多元 來公佛 聽說 我的視頻 會很難 雖然 說 我 王凰必顧 這個付款地有收捷 $1000 ADA 不是說其他 其他活動的 黑社 Bankinyi 港電信有很多錢 一個月 施用CSR 或是1010 這裡吩咐 這不是問題 我最難得的就是 我的Ж李 我的寬贏 先說寬贏 我已經接受了 以前我住大埔 以前我住在金屍花園 接著我住在大埔 村屋 然後我現在住在沙田火炭 我先說寬頻 是沒試過連續幾天沒有壞的 那時候我的個案 我在這個節目說過 甚至令到我認識他們整理的人 那些人已經是下班的時候 來做個案研究 明明是沒有事 機樓什麼事都沒有 為什麼你會這樣出事 他們已經去到這樣 大家有個友情 好 我現在搬到這些所謂的豪宅 所謂 昨晚你是英超殺火爺 我打開電視看 首先我的兒子在馬來西亞 因為他有VPN 翻牆 他就用手機看 然後他說看不到爸爸 然後我說 關人家的事 過了一會兒 他說看到了 因為現在電視 電視 然後有一個平板 和一個手機 我兒子就專門買了一個平板 於是他在VPN 一個平板又在看 一個手機又在看 那些人用電視看 沒問題 你連我的電視是看不到的 開了出來 然後我跟你說 我是在上個星期 才剛好找人來做完 因為看不到 那我平時有沒有看 我跟大家說 什麼Low Netflix 甚至Sweetie TV 其實我每天 包括你們說的ViuTV TVB 所有東西都合起來 我一天看不到五分鐘 因為我根本就沒有空 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現在的生活程序 是多瘋狂 你們會覺得 我覺得我個人 我早上7時起床 安肚子 洗臉 擺腳 8時我就出門 吃完早餐我就回到公司 然後做完節目我就走 回家吃完飯就睡覺 每一天都是這樣 我是完全不看電視的 我亦都不覺得電視有什麼好看 OK 包括Netflix 甚至乎 糟糕了 我剛剛弄完幾天 然後又不行 然後我在10時9時 發覺它不行 那我當然 以我的經驗 我當然知道有什麼Modem 這個那樣 再接觸那些 我打電話去 我用大毅力 那時候我已經是昨晚 我用大毅力 你繼續做什麼 我是等著用一條男人來表 我已經不是想著 因為你也救不到 也看不到 是 是 好 好 結果我等到12時8時 長波完場前 大概兩三分鐘 是 OK 終於有人聽 但我沒有罵她 因為為什麼 我第一 我成熟了 罵她也沒有用 12時8時 老實說 現在是一件什麼事 如果有這樣的用戶 我住在那裡 大型屋苑 我真的不覺得可以這樣出現 今天她馬上來幫我弄 我不知道她會弄成什麼 當然沒事的 我跟女生說 你不可以叫你的同事 帶著Modem 帶著東西來 老實說 我這麼多年 我老婆都說 其實只有我肯付錢 甚至連罵同事 只有我肯付錢 因為老實說 我從來那個啤梨 其實我是省的人 但是我從來不看小錢 那些人經常說 什麼糟糕 小褲油監 理論上是 但是一千幾百要我去監 我真的不會監 我就寧願看 有什麼辦法賺多些錢 繼續給我 就是用一種 不用看銀行戶口來消費 其實我每一個月 我自己一個人 洗不到一片東西 可能6千 我吃錢最貴 開車不要算 我就很省 如果你說我出去吃飯 如果我吃最貴的菜 就是五、六十元 六、七十元 就是七、八十元 就是這樣 是 有時是一百多元 有時是一百元 因為那些東西貴了 是 好了 但是我的生活賺 一向我不會看我有多少錢 就是不會看銀行多少錢 來禁止 要花多少錢就花 不夠就賺 就簡單直線 但是我繼續 我管理到為什麼 這個純粹是一個裝備 加上簽了一樣 我真的 我為什麼說奇怪呢 我回憶回 我問我兒子 你知不知道 過去 我有印象中的十幾年 英超殺科日 我是只有一次看到的 每年英超殺科日 我就要吵 就是萬成第一次拿冠軍那一年 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 朋友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照計就沒有理由 是那個頻寬或者解馬戲 剛好那樣的 但是我一打電話去 第一 去聽我過一個小時 八個字 第二 一打電話去 如果是因為收汗足球問題 你就可以這樣 這樣 這樣 好了 只是這件事 你們怎麼會覺得要支持 LOW 或者支持VIL 等於打同TVB 根本就是一憂之樂 根本就是藍兩仇 你不看那個楊鐵錶 只不過是TVB更加黑人爭 我真的很想說一件事 這段時間 你問我個人 我有看ERROR自肥計劃 我覺得挺好看的 雖然沒什麼新意 對我來說沒什麼新意 因為他們的東西都是在我肚子裡面的東西轉出來 就是我想得到的 但是我覺得是好看的 如果我當然是回到公司去立 那我當然是支持MIRROR 為什麼呢 叫你們兩個人 真人秀 你看著你這樣 一群年輕人 為什麼不支持 但是記住了一件事 我發覺有些 很奇怪的 這個網上 所以黃絲真的很恐怖 你不支持MIRROR和ERROR 你就是混蛋 你就是支持TVB 你就是這樣 有些人就是這樣的人 這麼有趣 還有 我也覺得想說一件事 那天我聽到193說 你怎麼努力 那些當然明白 但記住你們是努力 我絕對100%承認 但如果你們的努力 就代表你們 人家一定要支持你 這是錯的了 就等於那個衛志豪 是 我們付出這麼多 我不會排除你們付出的 但是觀眾就是很想現實的 這個世界 你付出又怎樣 你們不適合我看 那你猜ERROR 你有沒有付出 當然有 但適合我們看 你可以說是天時地利 你可以說是什麼 這個世界沒有辦法 就等於我們以前有個主持人 你們有沒有遲到一小時來做節目 好嗎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是 你知道我剛才做什麼 那你剛才做什麼 那你剛才做什麼 我去派飯 就是此而此類 我心想 因為你去派飯 所以我們人們就不可以 吵架你遲到 你吵架你 不是這樣 只是讓讀你而已 不是因為你付出過做些什麼 應該是這樣說 你付出那些什麼 人家去欣賞你 你當然會開心 但是你付出一些人 人家暫時還未看到 那你如果繼續努力 希望別人去看你 是吧 千萬不要這樣 所以你吵架你 但是香港真的沒有選擇 其實網上有很多選擇 所以最佳選擇 為什麼我昨晚呢 我還是繼續在那裡聽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我還有最後的武器 是 就是Sweetie TV 基本上 其實我告訴你 問心一句 我只不過是 喜歡的東西 有裝備在那裡 其實無論是足球 籃球 電影電視 問心一句 包括Netflix 其實說真的那句 是沒有什麼存在價值的 我真的不明白 我們怎樣生存 所有東西 我部Sweetie TV 全部都看得出來 好了